今天的乡村振兴看一线 我们继续走进河南南洋 关注突飞猛进的艾草产业 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虽然南洋种植艾草历史悠久 艾草制品产业基础深厚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当地的艾制品工厂的重点生意 是贴牌代工 品牌化一直是 当地艾草产业的隐痛 我们这个艾草产业 虽然发展得比较糟 加工企业不多 但是都说是销唯企业 它在拼盆上和研发能力上 都是比较占于出于弱势 如今通过电商销售的有效带动 品牌已经逐渐步入了转型升级 现场销量很大 你看我们的艾草创建 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根据南洋市商务局数据 全市艾草种植加工电商企业 约3000家 艾制品电商交易额超80亿元 占全国市场的70%以上